出发江门新会 去参观陈皮村 看别人的陈皮是怎么做的 居然在这里碰到粉丝了 耶 谁的粉丝 一起出发 采访一下我们江总 你知道陈皮是怎么做的吗 陈皮是用陈皮做的 很聪明 待会我们就揭晓一下陈皮是怎么做的 坐了四个小时 大巴除了臭一点 然后还是挺舒服的 坐车比自己开车要舒服 新会陈皮村 我们来了 来到这里就连空气都是陈皮的味道 接下来是我最关注的环节 就是吃饭 你好 你好 好 这不就是橘子皮吗 我们过年吃的橘子都是把皮扔掉的 别人靠这个东西养活一条村 也是 对 紫图 好 那是 我们的黄色 看一下 这登级 这套 哎呀 我 碰 这种 我们的 很好 好吃 没想到这玩意这么贵 68万一斤 今日金价材21万一斤 一斤陈皮堪比一斤黄金 几片橘子皮换一套房 来到这里就要带动一下GDP 虽然不多 美元贡献一点 买不起一斤 我就买一片 今天的行程已结束 下一站就是酒店了 200多号人马去到哪包到哪 两人一斤都要100多斤 真是人满为患 2929看一下今天的房间怎么样 哇 还有自动开窗梁 两个人一一间 这个风景不错 免费矿钱水 免费喝茶 还有个小迷你冰箱 里面有牛奶 维他命 可乐 虽然我们是农村的 但待遇呢 五星级的待遇 看到没有 卫生间干净整洁 不错 很满意 接下来的五天 都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过 吃也是在这一家酒店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